聖誕節 聖誕節很多人覺得分享 對我來說是一個反省 因為聖誕節也是差不多年中 我會反省這一年發生了什麼 之後是有一個很感恩的心 去感謝一些帶給我困難的人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我 其實就是面對了很多困難的時候的成長 今年我相信也是在一個很忙碌的情況下去度過 偶爾會覺得很忙碌 好像埋怨一樣 但其實這幾年反而是感謝別人給我這個機會 去製造一些快樂 給人在聖誕節的時候享受 本身是一個很有夢想的人 因為我相信是努力或者熱情 是可以令到自己想得到的成真 因為我覺得有夢想的正能量 是可以帶給很多人一個快樂 再透過那些人 再跟他們身邊的人分享 我覺得如果可以是大家 融合到這個氣氛 我相信整個環境或者社會都真的會開心很多 其實由我第一天去經營自己的品牌 到現在SP 其實它是代表CMP Pressure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喜悅 送了一些食物給人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傳遞了快樂 其實我很希望會一個身邊的人 或讀者都有一種喜悅 還有愛在生命裡面 但是現在可以帶給我老婆 無論理所 你不必留意